大家好,我是肖敬騰 我現在在台北拍一部戲 這部戲叫做《魂球西門》 那我飾演的是一位叫松妍的行李師 那麼他在美國的時候呢 他是一個非常具有權威性的行李大師 那麼因為一場非常重要的 算是他的很好的客人 在他的面前自殺了 那後續陸陸續續發生了很多很多的事情 讓松妍沒辦法接受 總之他是一個跟現實世界 一下現實一下脫離的一個狀態 然後故事非常的細膩 也有很多很多的一些讓人很糾結 很很怎麼講呢 很touching的那種那種真實的情感 你現在拍攝的過程啊 有沒有什麼你最印象最深刻的戲 印象最深刻啊 其實都深刻啊 因為我們才剛開拍沒多久嘛 大概一個禮拜 每一場戲都非常的重 因為它是有關心理學的一個電視劇 所以每一個台詞 每一個環節它都是扣著心弦的 扣著每一個人的性格啊 每一個人也許都會發生的事情 變成一個真實的故事 那前幾天拍了一個就是目睹Dora 啊Doris 目睹Doris的自殺的一個劇情 那這也是松妍在故事裡面最大的一個轉折點 嗯 對 因為就前幾天拍了嘛 所以那個戲非常的重 然後現場的氣氛也會非常的凝重 但是我也試圖讓大家不要那麼凝重這樣子 所以 拍完基本上我也不會 這樣子停留在那個狀態 所以 但是一切都非常順利 然後也非常感謝所有的工作夥伴 那同仁們都非常辛苦 你接下來有沒有特別期待的場次 或者期待交手的演員 很多啊 那個 交手的演員 都是給我最大的支持跟鼓勵 嗯 因為畢竟我 我主要還是做音樂 那能夠 能夠參與這一次的演出 我非常感到榮幸 然後可以遇到這麼多優秀的演員 嗯 有新的演員 有很資深的演員 嗯 在他們身上都可以學到非常多 嗯 在未來對我很大的幫助 嗯 對 期待每一場戲 因為每一場戲都 都很不一樣 但 每一個戲的人格 我遇到的人都會不一樣 因為因此呢 讓我的表演也會有很大的不同 這幾天呢 可能從開工 開拍到我們殺青 我們都會是一個 天還沒亮就開工 然後 很順利的話當然 雖然 也會早受工 但是不順利 我們當然會拍來 大家都會 在一個很辛苦的狀態 所以不管怎麼樣 嗯 這部戲 一定不會讓大家失望 因為我們都 用盡了權力 然後我們自己 每一個人 所有的工種 都非常喜歡這個劇本 然後 期待 大家 在電視上面 看到我們的演出 魂球 西門